一聽到新莊王小姐這幾個關鍵制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反應 不是直接跳過 就是像這樣立刻暴怒 明明訪問已經結束 聽到王小姐韓國瑜直接踩煞車回頭 但不是要解釋清楚 而是嗆提問媒體 就像被踩到痛處一樣大發雷霆 就連在辯論場上韓國瑜也是直接暴走 就算是唯一一場的辯論會 韓國瑜也寧可把寶貴時間拿來怒標提問媒體 不是談政見 關鍵就在這 你五六月的時候爆發出來騙一次 只有六百萬李嘉芬不知道 最近才知道再騙一次 一個騙老婆的人會不會騙選民 這是一個大家關心的問題嘛 直接點出關鍵 畢竟整起事件爆發到現在韓國瑜不是痛批被抹黑 就是按鈴提告 直到週刊爆料證實真的有拿六百萬給王小姐 韓國瑜才不得不承認 自己也坦誠因為六百萬跟李嘉芬確實有疙瘩 如今辯論再被提起 也難怪就像被踩到痛腳 顧不得風度先反擊再說 三零星王大夫 周凱 太悲報了